宋江跟华容 指挥青丰山的楼楼兵 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全江官军一千二百人 同时还活着了主将 劈雷火 秦明 还得跟起了高兴劲就甭提了 回到分赃大厅居中而坐 手下的弟兄纷纷前来报告 有人抓着多少俘虏 得了多少枪刀器皿 有人禀报 夺了多少马匹 窥头锣鼓帐房 花容命人一一详细济功 当然得给人家奖赏啊 你没有赏钱就没有劲儿了 另外呢 宋江特别分子 要把劈雷火秦明的 灰头 甲咒 马匹 冰刃 他使用的东西全都找回来 不准有事 是 有人一一照办 当然 很快 把劈雷火秦明 所有的东西都收集齐了 这时有人禀报 已经把劈雷火秦明带到了 宋江吩咐一证 压上来 压上来 把秦明推上来 秦明 盗检双倍 五花大王 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心里头想 可惜我秦明啊 灵兵败罪多年 没打过败仗 你说这败仗打得怎么这么惨 今天落的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手中 恐怕我算彻底交代了 人在矮颜下 怎敢不低头 不听人家的行吗 你瞧不起这些山贼草寇 你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 连皮带打 走 到了分当厅上 霹雷火是烈而不贵 园征二目定睛观看 哇 一瞅正面 五张桌子 五把椅子 坐着五个英雄好汉 两旁众人 列列两乡 配剑宣刀 一个个是怒目而是 也有几分气派 霹雷火把胸脱一发 脑袋一剥了 瞪眼在这看着 正在这时 小里广花容按照事先的计划 推案而起 强不起身 来到霹雷火齐名的进监 大哥 您受惊了 来 快把绑绳解开 花容也帮着解扣 绑绳给解开了 有人还搬了一把椅子 花容推着秦明坐下 然后倒身变败 大哥受惊 小弟罪该万死 不仅如此 宋江 燕顺 王英 郑天寿 全都过来了 一起 给秦明施礼 这下把秦明给闹懵了 他满以为到了上头 二句话不说 开疼摘心 大谢八块 砍脑袋 不定怎么熟识自己呢 真是意想不到啊 这帮人对自己 兵兵有礼 带入上宾的 秦明就站起来 这 不敢当 不敢当 各位 你们这是何意 花容这才说 大哥呀 我这是套近乎 这么称呼 因为现在 咱都不是朝廷的人了 这是私交 我们众人 知道哥哥 是殷兄 浩瀚 正人君子 对你十分 崇敬 过去那边 咱们接过去了 我等几人 愿高攀一步 跟哥哥 结为生死的弟兄 不知哥哥 意下如何 大哥 不必一计 来 我跟你介绍 介绍 小李广花容 用手一指 松江 认得他是谁 不认识 这位呀 化名叫张三 实质这是假的 他家住山东 运城县 在县衙 做过鸭夫 人送绰号 吉时雨 呼宝义 笑意 黑三郎 送江是也 用这个名 我太熟悉了 你就是 大名鼎鼎的 黑三郎 宋功名 宋江 扁扁头 花容 又把那三位 债主叫过来 一一做了介绍 秦明 一礼相还 重新坐下 秦明还问他 你们各位 真不要我的命 大哥 开玩笑 怎么的 这是真的 我们十分崇敬您 愿意跟您交朋友 怎么能要你的命呢 哎呀 我是非常感激 我怎么报答各位 哎 都说报答二字 那就见外了 哎呀 排排九夜 有人到上面禀报 回各位当家的 我们抓住 马步军兵 三百七十六人 愚者的 全都死了 不知道这些人 怎么处理 宋江跟燕顺 一商量 燕顺 立刻传令 抓住的是 一个不杀 没吃饭的 给饭吃 啊 要好生困呗 咋干 那死的呢 算倒霉 活的算捡了便宜了 秦明在旁边一平时 非常感激啊 那么九夕宴前 销里广花容 一五一十 把真实的经过 向秦明讲说了一遍 秦明呢 也非常通情 他跟花容解释 上之下派 迫不得已 我没有办法 咱们都是朝廷的命官 那么知福请我来 我能不来吗 我就明知的你冤 明知的你去 我也不敢袒护你 你这一说 我心里头就更清楚了 宋江一笑啊 秦将军 我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 不当讲 请 有话 你就照直说 秦将军啊 有道是 军不正 臣不忠 臣头外国 父不正 子不孝 各奔他乡啊 当今天子 昏庸无能 全臣当道 你是知道的 高求 蔡京 同贯 杨健 这四个人 把斥超纲 非亲而不取 非钱财而不重用 客捐杂税 多如牛毛 老百姓是苦不堪言 这样的朝廷 保他作甚 大将保民主 尊苗等高之 秦将军 我看你 改变主意吧 如果愿意在清风山入伙 我们众人推与你坐头把金交椅 可以辟偏行道除暴安良 将来也好万事流芳 这 入伙吧 秦将军 答应了吗 这 秦明站起来 冲着几个人去抱权 五位浩瀚啊 你们不杀我 我鸣克肺腑 终身不忘 但是叫我入伙 这这 实不敢从命 我总觉得 忠臣不是二主 好女 不嫁二夫 虽然说当军天子 昏庸无能 但 对我还是不错的 我吃着朝廷的俸禄 观着国家的响言 反过头来 我在背叛朝廷 实在觉得于心不安 另外 我上有老下有小 全家十八口人 都住在青州 倘若我在青丰山入了火 我这一家人 我这一家人一个也活不了 各位好汉 高台贵手 就放了我吧 咱这么说吧 大伙怎么劝 秦明也不答应 宋江一试颜色 大家不说了 马上改变话题 好好好 我们不能强人所难 既然秦将军不愿入火 那么以后再说吧 咱就算交个朋友吧 吃喝完了 秦明站起来了 我还有个要求 如果大家真心放我的话 能不还给我的东西 我打算马上赶回青州 花容易拨了脑袋 那怎么能行呢 我们没别的意思 跟你没处够啊 怎么的 你得住一夜 明天再走也不迟 这这 无论如何的住一夜 不能放你走 你看秦明到了这一步了 再着急也得凭人家的 勉强要坐下 宋江吩咐 重新排排酒宴 款待他 这个敬一杯 那个敬一杯 这秦明不喝不喝的 喝过量了 就觉得头发尘 脚发筋 又困又乏 酒劲望上一反 他望桌子上一啪 是人事不行 送江告诉花容 马上派人 把他搀扶到后面 房间早给准备好了 这秦明睡得像死狗一样 往床上一躺 什么事也不知道 宋江又派了几个人 专门在这盯着 披着火 秦明 马上出去 按原计划行事 咱这么说吧 这一晚上 清风山也没闲着 谁干什么 谁干什么 都都奉命 糟了 单说秦明 这一觉睡的第二天 快到中国了 他才醒了 一睁眼 日头刺眼 回忆了一下 对啊 我被抓了俘虏了 我真没心没肺 怎么睡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刚一翻身 扶寺他的人过来了 秦将军 你睡醒了 睡醒了 马上有人打漱口水 敬面水 服侍他 熟悉一臂 有人领着 到前平 五位头领 都在这等着呢 一看秦明来了 大家都站起来 起身让座 宋将吩咐 排白酒呀 秦明说 我一点都不饿呀 你就摆上龙肝凤髓 我也不能沾唇了 各位 我心如火鸡 我打算回青州 不知道你们改变主意没有 宋将一乐 秦将军 凭这意思 我们是不能挽留了 您是决心不在这待了 恕我不能从命 好吧 我们说话算数 哎呀 把秦将军的东西 归还于他 是 窥头甲咒 战裙战袍 战马狼牙棒 配件 有专人保管 服侍着秦明 凭窥罐甲 赵袍朱 戴继甲蓝裙 周身上下 锦臣俐落 有人把马匹牵过 众人送出来 秦明作了半片压花 各位头领 我昨天听说 还有三百多人 在宝山上 能不能把这些人 也还给我 一起带回青州 几毛虎 验顺 把脸 网下去 臣 秦将军 你不以为你这么说 有点过分吗 你跟他们不一样 那是我们抓的俘虏 术不能从命 挨脚虎 黄精 把脑袋也铺了 对对对对 这事我们可不能答应 你一个人走 就够意思了 披了火 秦明一看 人家不同意 撞了南墙了 不能往下再说了 脸一红 好好好 那我就一个人走 飞身上马 狼牙棒挂好 众人一直送到 清风山下 挥手告别 这披了火秦明啊 也没上清风寨 顺着南边这条大道 回青州 一路直上 这心呢 跟开了锅了似的 我回去 我怎么交代 见着慕容之府 见着我的同僚 我是说实话呀 我是编瞎话 我这人还没说过 瞎话 编也编不上来 要说实话 也太被人小看了 我带去一家二百名军兵 全扔到清风山了 就这一条 也够我喝一壶的 倘若皇上 降旨怪罪 望清了说 我这官也算跑不住了 悬得糊的 就去把脑袋混没了 他这心就没皮了 可正在这时候 到了青州了 到了青州的南门外 他就是一浪 南门外是官乡 就是住到城外的 叫官乡 一个房子 多数都被烧了 还冒着青烟呢 一股辛辣味刺鼻子 往大街上一开始 露净人心 原来这趟街 是个商业区 买卖铺户 十分热闹 离这不远 还有个大集市 今儿是怎么编压的 人到哪儿去了 谁放火烧的 他用眼睛一过呀 伤损的房子 也有几百间呢 他赶紧催马 到了南门下 再看大白天的城门警闭 已经落下千斤炸弹 这几年也没有这种事 怎么青州发生事情了 看着一子如灵大敌 有谁攻打青州的不成 怪歹怪歹 他扬起脸来 望城上喊 有人吗 快开城啊 我回来了 他这一扎呼不要紧 城头上出现了守城的军兵 守抚夺口 往下看着看 你不是秦将军吗 是我呀 快开城 你没等着啊 我们禀报福台大陆 又等了好半天 就见一把红伞之下 照定一人正是慕容之父 在慕容的身边背后 还站着不少的官员和武将 这慕容望下一探神 看了看秦明不由的 勃然大怒 安培 秦明 你要干什么 大人快给我开城 我回来了 有事情跟你商议 你拉倒吧你 秦明 哎 好小子 你是朝廷的命官 朝廷夹锋 你正三品之支 在青州府掌握兵马大权 我你还不满足啊 你领着一千二百名弟兄 到了青丰山 你就投降了贼寇了 哎 听说是那帮贼攻推你为祖侠 大债主 你小子也答应了 昨天晚间 是不是你领兵来攻打青州的 哎 你看看你放火烧了多少民房 你杀了多少人呢 幸亏我事先有所防范 不然的话青州城就落到你们手了 甭问 你跟那帮贼商量好了 你前来乍城 我把城门开放 你领着那伙贼好冲进青州市也不是 秦宁一平 好像没在马上摔下去 哎呀 那妈这怎么可能的 大人 约乱啊 约乱 我何曾领人攻打青州 您不是认错人了 你放屁 你我还不认识吗 你问问他们 大伙都亲眼目睹 就是你 我们看见了 就是你 你说秦宁浑身是嘴 难以分辨了 刚想望下说 知府慕容活望上壮 纷飞成 把他的老少师把口都给我推上城头 秦宁抬头一看 他老别 老妈 媳妇 妹子 四个孩子 亲属 舅舅 姨娘 都绑着推在城头上 这秦宁就喊上了 冤枉啊 冤枉 慕容大人 如我有下轻回禀 您刚才的确是说错了 我根本就没有投降贼人 我对朝廷赤胆忠心 那可能是别人冒名禀屁 你打倒吧你 你还巧言巧辩呢 你已经算下十大不赦的罪恶 可以抄家灭门 本府 代替朝廷 要将尔等治罪 来呀 把他全家都给我砍了